中市的独家消息 新北市三峡区出现了假应征真偷窃的事件 有一名年约30岁的女子上班的第一天 就趁着另外一名店员去厕所的时候 打开抽屉拿了5000块9000块钱落跑了 习店的老板气炸了 不过事后他回想 这个女子从面试到上班全程都戴着口罩 他推说是因为流感的关系 店家现在公布了影像 希望赶快抓到这个狡猾的女贼 年约30岁短发身材略为风鱼的这名女子 头一天上班行为惯异 在店里左顾右盼见时机成熟 拿钥匙打开抽屉卷款扬长而去 当时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店员 从洗手间出来找不到人 还以为是草莓族适应不良 就是像一般的年轻人就直接不想做就走了 店家清点发现现金短少 调阅监视器才惊觉遇上骗徒报警待人 工作将近两个小时之后 那的时候我9000块钱的力量 等于实行4500元 哪有这么好赚的工作 店家事后回想其实有机可循 面试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 来跟我实习的那一天 迎隔离给拜 然后他也是戴着口罩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一直戴着口罩 他说他因为感冒 本想透过女子填写的履历表 寻线找人无奈资料都是假的 他确实出示真正的这个身份证件 会在新北市某习店在20号 面试这名女子 没想到却碰上了假应征 真偷窃 也提醒其他店家在征裁时 要特别留意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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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